三个钟产档 今天讲一套 有段时间未落画 虽然我们已经迟了两个月 就是这个小丑Joker 也算是迟看 因为我们要跟凯凰 我们就集合一次讲这部电影 首先讲一些基本原则 我觉得讨论电影 应该是观众看完讨论会比较好 他未看之前讨论 只是说好到不好就行了 所以电影评论应该是看完之后 大家的感想来的 如果不是就没意思 但这部电影是我提出的 然后Henry就看了 然后他第二个星期跟我说 他说你还没看吗 我说我只是讲了没看 那时候我就觉得很羞恥 那时候我下午就自己走去看了 不看股票就看了那部电影 然后我们之前就想着他说 然后到最后 然后我还没看 那他就等到现在我们这一集节目 之前的一个钟 两个钟 即是他才看完 这都不重要了 因为我作为一个听众 我没有兴趣知道你什么时候看 最主要就是 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意见呢 如果是否有兴趣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看 唯一的原因就是 为什么我们这么晚才看呢 是不是因为 如果不是因为要讲这个节目的话 我未必会去看呢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节目 大家想决定讲这个题目的话 我未必会去看 因为实际上太多人看 通常我就会 你很恨一些很多人看的事情 我很怕很多人看的时候 我又看了 好像不是 好像跟风 不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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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看完这部电影 你们首先有什么感想呢 我刚刚看完 其实我又是比照片 首先要讲一下坊间的评论 首先坊间的评论 就是一面左右唱好的 当然有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就是说 这个小丑很破格 演员做得很好 演技发挥得非常精彩 第二个说法当然就是说 剧情其实很反传统 跟一般英雄主演完全不同 你可以很代入到香港的情况 这就是两大吹捧的方向 你说他做得好 那是做得好的 但是我想我最有意见的 就是说是代入香港这个情况 十年前的意见 这是一个很蠢的事 你评论的话 因为我相信大家也看过了 或者知道故事说什么 其实他一来他是坏人 尤其是这些英雄片里面 他是一个打角 他是打角 里面有一些 大家觉得认同的表画私了 那些东西 就是戴帽 детей 戴面具 化妆 反景 这些东西 但整套戏里面 其实里面的警察也不是坏人 他只可能只是贫富懸殊 又或者是生活еди ��换健全 那群戴面具或扮小丑那群人 你見到他們在搗亂的時候又偷東西又搶東西 你看回再大一點的背景 小丑自己的恩物詞出來 他不是為了正義出來 他因為自己覺得自己經常被人欺負 被人看不起 而那些東西是他自己有問題 加上他自己有精神病 他和他媽媽之間 他被媽媽欺騙 這些東西其實是 他都有控訴這個社會 你吸收了預算 你都不照顧那些精神病人 你又不解決這個社會的深層次矛盾 所以他就迫上梁山 但他其實這些主要 我看只不過是借題發揮 藉口給自己 他成道戲給人覺得 他根本是一個癡善老 他一直都有精神病 那當然 如果抗爭者或者黃絲 是覺得自己是打著政治的旗號 是因為特區政府做得不好 又或者因為共產黨做得不好 他不應該投射這個壞人 你是不是當自己是匪徒 是的 我看法是這樣 是的 OK 那我就分兩方面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就是編複合漫畫 整個社會 本身 其實編複合和所有漫畫不同 它是一套心理漫畫 最初的時候不是 最初是出自1953年星期 一些detective stories 你會發現 小丑為何會這樣 然後Mr.Frees 為何會這樣 因為他老婆已經長期冰凍到住 他很愛他老婆 Catgirl是為何這樣 因為Catgirl是經常被欺負的 或者是迷繞 為何會這樣 又迷繞 他爹是被欺負 到便會變成瘋狂 或者是企愛 他本身是一個心理變 即是一個 他想投入社會 做選擇了什麼 誰知道被人捕爆了 他本來是一個 在坑距地生存 即是他每一個東西 他都是一個悲劇 所以整個編複合 是進不了正義聯盟 因為正義聯盟那些人不用腦 所以他跟復仇者 是完全不同的氣 他是深一點的 編複合從來都是這樣的氣 而小丑就是當然 所以編複合那些奸人 是十居其九 都是沒有死的 他是入了Aklam Asylum 入了一個神經病院 入了一個神經病院 那個Aklam Hospital 已經出現過 他入了那間 就是Aklam Hospital 他偷走出來 他偷走出來 這就是編複合的故事 OK 然後 那個小丑 現在小丑 他本來的電影是 我講過漫畫的名字 漫畫有很多不同版本 但他大致上都是 講他老婆大肚之類 生病 他不是媽媽的老婆 他改了 然後他就掉進坑裡 所以他毀了用 所以他要化妝 我覺得這個設定 是有些 這個設定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最主要是你毀了 你對於人生的一個傷害 整件事都在哨水裡 然後你毀了 明白嗎 你的傷害會比較好 整件事 我可能因為 那些人那麼 那麼得 因為其實 你是否觸摸 除了一套戲好之外 你是否適合那個時代背景 很明顯是適合那個時代背景 但是之前的時候 他也不是很特別 因為其實反社會現象 是Christopher Loan的三套戲 那三套戲的編幅 都是反社會的 這套戲只不過是 將他調轉來說 但是整個的 他很奇怪 整個三個編幅 其實再之前的幾集都是 都是反社會傾向來的 但是他再將這件事 去演化了 但是為什麼會加上他的背景來看 如果你去牽涉 這套始終不是一套文藝片 在英雄片外傳 他雖然是文藝片拍法 但是你不能夠完全證如 《鐵達尼號》 是災難片 是一套愛情片 但用災難片拍法 你不能離開一套災難片 雖然愛情無論拍得多好 你都不離開 能夠離開鐵達尼號 尋過一個災難片的模式 那小丑 第一 我承認他做得很好 因為只有這個選擇 為什麼 因為他背景一樣 他背景很相似 那個人的 Joy Kim Phoenix 那個人很相似 但是 你不能夠脫開一些很基本的 《英雄片》的一些原則 那個小丑實在太差 我接受不到一個這麼差的小丑 小丑是他們這麼多的 而且我純從一個藝術來講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同情過小丑 但我是完全談到的 即是說你其實是一個充滿了功能 然後被迫害 你為什麼有一個笑的狀況 我是很有功能的 我上到台本 我講的那堆東西 很好笑的 但我去到那一刻 我都不停笑 我講不出那個笑話 即是一個挑戰的人被迫害 是更嚴重 一個本身是一個蠢賊的人被迫害 即是他變成了整件事 他太愚蠢了 你覺得整件事是不像小丑 當然你說 你當是在文藝片拍攝也行 但你始終就是足球 即是你始終不離開這件事 而且就算這樣 你不會拍到那個時候 當然他太老 但那個藝術師很難接受 我覺得我自己個人 即是他不適合小丑的年紀 因為小丑現在的女兒是四五十歲 到編發大貴臣六十幾歲 那你怎能和小丑一起 即是整件事 但那件事整件事走出來 還有就是 我覺得他的美子很差 即是相對來說走出來 那個鏡頭走出來 小丑站在那裡 Batman那個美子做得很好 即是說他整個我不知道 我覺得Batman那個美子 是 你說Dark Knight那個美子 是做得好 他很多 我認為Tim Verding那個 也是做得好的 是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美子做得很差 而且他蠢就蠢在 即是你覺得那時候那個 之前那個 Legger 叫什麼Legger 叫什麼 叫做 之前做那個 即是你說Dark Knight那個 Dark Knight那個 它是 很不可笑 很搞笑 你出人意表 但這個一點都沒有搞笑 即是小丑他本身是The Joker 他本身是一個real Joker 他本身如果你不是被他害的時候 你都覺得他這件事挺好笑 即是這個他完全失去The Joker的意味 即是連名字都不合 即是你是一個Loser 不是一個Joker 但其實小丑他其實是一個很成功的Joser 是一個很高智慧犯罪的人 所以他去了那一邊 因為他瘋了 你那個感染力才強 即是我覺得整套戲 只是適合了那個Feel 但整套戲 我不能說多難 但我覺得肯定不是好 但你說覺得很好看 我覺得很好看 我不是覺得很好看 我覺得沒有些人 我覺得沒有些人 我覺得沒有開頭 你給我的感覺有後 是的 因為坊間 大家都說好看 我就很反感 就變成了蝙蝠瓣 蝙蝠瓣十年了 是的 你和那個吹瓣都這麼可愛 是的 由於我一般都相信他的評論 所以我打了底 就說當然很垃圾 進去看完就沒有那麼垃圾 但也去不到那些人說得那麼厲害 總之我完全不覺得慘 即是整套戲 即是整套戲 對 那就覺得他該死 是的 我覺得你真是該死 但你一到兩小時頭的戲 我是覺得看得下去兩小時 那他就這樣看他的演出 都是不悶的 看得下去的 但是我 德勒剛才有所說的 如果你因為大環 那麼遲才看的時候 那麼多人吹捧他 說可以將他陷入 現在香港發生的運動裡面 我就覺得很離奇 所以我也同意大師說 他的角色是不會 你不會是 尤其是我們這些 有時候覺得 你很厲害 我就不理你 可能是壞人都會欣賞你 但那些就是你欣賞不到他 是的 最必要講一講 我之前跟Kelvin說 我很不喜歡他 第一 我其實不太喜歡看 那些人說 這叫什麼 叫做紐約派的電影 即是他跟這個 《荷里活》 是有些東西 很寫實的 很強調 那種 我們說你社會 即是很左膠 有些社會議題 拉進去 又說他減掉精神病預算 又說那些貧富原始很嚴重 然後政府又很虛偽 即是你很左膠 即是我很怕這些戲 即是很十年感覺 當然他拍得精緻過十年很多 第二 我不喜歡就是之前 剛才周賢大師說 他都不像Joker 即是你隨便叫做什麼 你叫做Krong 都可以 你根本這個人 跟小丑這個角色是完全沒有關係 那你就只顧著DC التugel 你可以這樣去做 就是令人會感到得失望 而且就是很憎重那些 去平鋪席序的文藝片 你都預料出來 一定是被逼,要逼回到 Simply 逼回到活躍 然後 覺得應該這樣 其實有些發派過後 他毁容他媽媽很重要,小丑變瘋時 我看完他媽媽,完全沒有感覺 這些做法不太適合用英雄片 我也很討厭,演員經常做作表演技 例如當日迪卡比奧那一套復仇勇者也是這樣 之後我記得說JFK老婆也是這樣 現在荷里奧很喜歡,設定炮台給你 接著就是讓你拿影帝,你又做得很厲害 但我心想,有幾毛矛盾有自己跳舞,怎麼跳什麼差? 我完全說,那個錯誤很差 人們說他做得很好,然後就說他臨時爆肚 原本他只是想照鏡,為何照著自己跳舞 他沒有全片場拍收都沒有 我覺得,不是你聽我說 就是香港,不是香港 荷里奧電影何時降落到這個地步 你叫他這樣移動,就叫做做得好這個演技 如果這個是一個劇情,我反而覺得合理 即是說,有一個人在做戲,你就覺得很好演技 跟著小丑看完,搞錯,這些好演技 然後他發了一些,反而是好 我覺得周星馳白西遊記,那個舒奇跳舞都比他 我是很討厭一些做作,你設定炮台 讓他發揮所謂的演技,最簡單的就是復仇勇姐 就是這樣,我知道李安納的戲是很好演技 但這套戲破壞了,戲不是這樣做的 我是看電影,不是看你表演 當然,到最後我都要自省,我就很代入這套戲 因為我不像你這樣想,這些人全部都是歹徒來的 你怎會代入他們,我就是歹徒,我就告訴你 你這套有錢人,經常覺得自己正義 好,我是奸,沒有就奸 奸到最後,就把整套戲看得最爽 但我不同意這個問題,就是這樣 我同意你第一步 所有編發都是看歹徒的 所有編發不是看歹徒的 問題就是歹徒不吸引我 我不是代入做小丑 所以整套戲,拍手是甚麼呢 就是說他父親Thomas Wayne出來 接著有個假的小丑 搶他老婆那條鏈,就說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那一刻我真的覺得 完全就是現在這一刻在香港 你經常在說甚麼,要正義,要和平 你被人打一身的時候,你就不要說了 因為這些東西,我以前小時候看 我都說了,我很大的感受 郭涵城我是很討厭的 你怎會教你這單刀 為甚麼那些人經常都要出來破壞這個社會 然後我看那一幕,我就覺得很適合 就是你們自己造成 然後搶了他老婆那些項鏈 然後打死他們兩夫妻 你不要怪人 這些東西就是你自己制成 所以你說我不是代入小丑 小丑當然很沉 但是你說身邊那些暴徒 你既然說我是暴徒 我亦都沒有必要假裝我自己有甚麼正義 我亦都不會說甚麼要長距背 就是要搞亂這個香港 所以編夫合是永遠太艱 編夫合永遠太艱 到最後 Christopher Nolan 他做得好的一個地方 就是 Christopher Nolan Christopher Nolan 我看完之前想問一個問題 我看完整套戲 有一幕我們是忍不住想想 為甚麼他和他媽媽洗澡 他和他媽媽洗澡 因為他媽媽不懂自己洗澡 因為他媽媽精神病 他懂得走路 我都明白 你整身都忍耐了才可以幫他洗澡 他跳舞 他動得又成 只能說可能他的精神病 就是病都不會洗澡 他老婆是要幫他洗澡 就是這樣說 他老婆好像病 我現在病還是大肚 他好像一個大肚子 他病的老婆 放在這個床上 你和他媽媽洗澡 洗澡本身是小辦法有的 但是改了他媽媽 就有點 所以就這樣 因為老婆 老婆 你可不可以洗澡 所以他整件事 老婆本身是好 老婆本身是很自然 所以我都說 他其實沿著有很多 沿著跳下去毀容 因為你的人毀容 對你的心理打擊很大 所以你永遠要化妝做小丑 那件事 當然他也是一個Self Comedian 但問題就是 整件事會自然很多 我覺得他還是改叉了 好 這就在這裡